这个什么文化 教训 什么职业 这个中庄教 加入过何种党派没有 说啥 加入何种党派没有 有没有加入过某种党派 没有 少是党派 我来我懂不懂 比如说中国共产党 有没有加入过 是不是党员吗 嗯 是不是党员 是的 以前受过法律处分没有 没有 你对公署机关 指控的犯罪事实 有意见没有 没对 罪名呢 这个高县人民监察员 指控你犯危险架势罪 你对这个罪名 有意见没有 没有意见 北戈尼老师说 在本案中 享有回避权 蝙蝠权 北戈尼老师说 你侍奉清楚 你在本案中的权利 你侍奉清楚 你们是 你在本案中 是享有贬乎的权利的 你清楚吧 你在本案中 享有贬乎的权利 我们告诉你了 你懂什么 没有 你们手上个人 我懂不懂 你要申请审判人员 数据员 一起公导回避吧 也就是我们这三个人 你要申请华人审理吧 不 你 需不需要律师 为你提供法律咨询 你不要是不需要 是不是这么回事 要的 你是还是不是嘛 你需不需要法律 这个罗斯 给你提供帮助嘛 你们是成功 后续成功 这是你的权利 你要思考 你需要 我们就给你找罗斯 你不需要 我们就走 你不弄了就是乱要 你一要还是不需要嘛 不需要 不需要 那你就说啥 下面公导人家要 选择起诉说 被告人廖四村 九后五人 加十五号牌 电动三轮车 被知情明经查复 被告人廖四村 被查复后 经年龄 监测车 其协议中 一顺龙都尾 一百一十九号 给米百号森 说追究 加十几种车 被员认为 被告人廖四村 追究后 加十几种车 在大陆上行事 其行为 触罚了中华人民国 刑犯一百三十三条 犯罪实施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以危险角色罪 追究其行事责任 公署机关提出的良性建议 就是盘处 居饿业国有 引出发金 什么样 其实都宣传了你